就是我们产品选择 跟这个货源寻找这一块 那么在讲第二点之前 我打开这个 我找一下 好那么我们来讲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我们产品的选择 跟货源的寻找 那么产品选择刚刚 你们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如果说你是兼职 你就选择一些 这个小类目的产品来做 冷门的类目来做 然后呢这个销量并不是太高 然后如果说你是这个全职的呢 那你可以选择大类目的产品来做 对吧淘宝的需求量很大 那这种呢你可以赚到赚的钱呢 要比这个小类目要多一点 好那么货源的寻找呢 货源寻找的话这样呢 就是很多东西呢 他不知道一开始 就是做这种一键代发 所以一键代发呢 我们当地又没有货源 那我到底应该去 去哪找这个货源 他到底应该去哪找这个货源 我可以这样说哈 就是绝大部分做淘宝的 都会去1688上找货源 好1688上去找货源 那么去1688找货源呢 为什么去1688找货源呢 因为1688就是专门给 就是专门给淘宝卖家进货的一个平台 懂了吗 那这个平台呢 就是阿里巴巴 对吧 专门的搞了这么一个平台 就是专门让你淘宝卖家在上面找供应商的 那么这个上面呢 你去找这种货源的时候呢 需要需要分析几个几个东西哈 就是分析几个东西 第一个分析你产品的产业代 就是原产地 原产地 这个是 这个是你这个必须要去分析的哈 为什么去分析原产地呢 因为原产地的货 一定是有价格优势的 它不至于是二绕贩子 对吧 它一定是有价格优势 原产地一定是有价格优势 其次呢就是它的产品货源供应链有保障 就是货源的稳定性 货源的稳定性 有保障 有保障 就不至于说 哎 我刚刚退了一个报款 结果它断货了 对吧 麻烦了 然后其次呢 就是发货及售后 发货和售后的这种问题 他们有能力给你解决 他们会 就是一般这种产业代的话 一般代表的他们产品的人很多嘛 就是他们那边的话解决起来 就是人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你这有问题 人家直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不至于说磨磨鸡磨鸡 解决不了 就是原产地 那么原产地到底怎么分析呢 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你需要一个工具 工具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叫做电侦探 这个电侦探呢 我刚刚在软件大理包里边 软件大理包里边已经给大家了 软件大理包里面 软件大理包里边有 如果说你们这个 想要的话 你加我微信的话 软件大理包里有 你加我微信 然后自己去软件大理包里边去 领取 这个电侦探免费的 这是免费的 那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先来拿女包举例 那比如说我们来打开淘宝网 淘宝网对不对 淘宝网的话呢 比如说我要卖女包 我想卖女包 那女包的话呢 比如女包零一九新款 那我要卖女包的话 我想要在1688上去找货源 那我应该找什么地方的货源呢 就是女包的产业贷在哪里 那我们直接点销量 点完销量排序之后 就是销量高的这些人 销量高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 他们的快递都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他们的货都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那么我们这直接看区域图 把鼠标放在这个地方 这叫电侦探一个插件 你安装这个插件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然后这是免费的 这有一去度鼠标放在这 大家可以仔细看到 就是女包的货源 是在广州 对不对 除了广州以外 就是宝定和台州 还有杭州 杭州的话就有点少了 就绝大部分产业带一定是在广州 那么其他的地方 什么北京啊 什么这个宝定有卖包的 对吧 低价里面这个咱们不说了 什么其他一些地方啊 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档口 都是一些批发商 好 都是一些批发商 真正的产业带是在广州 那么OK 那么我们去1688上 造1688上 这个时候我要找女包的货源 很简单 同样也在这里搜索你包 2019对吧 2019新款 那在这个所在地这个位置 我就需要卡到广州 就筛选广州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筛选广州之后呢 这有很多的这种货源 好 很多的货源 那这些货源呢 你都可以去找他们去沟通 这些货源的话 你看价格都可以去用 因为这些呢 只要他在1688上发布了产品 绝大部分都是支持一键代发的 都是支持一键代发的 他不支持一键代发 他也不可能在这边往上面发布啊 但是有一也有一小部分人呢 是专门做批发的 他不走一键代发 他不做代发做批发 这个你们可以点开之后自己去问 这是一个找到靠谱货源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那么如果就核实呢 很多时候哈 我们在这个地方筛选了广州之后呢 你看他的发货率是广州 但是他不一定真的就是广州的 这个广州的这个货源 懂这个意思吧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呢 他是像我们在淘宝做一键代发一样 他们是在1688上挂了一个产品 但是他们的人 包括他们的这个公司 不在广州当地 所以说他们也是从广州拿的货 拿的货 懂这个意思吗 他们是代销的 他们是分销商 那么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呢 比如我们来随便点开一个 点开一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联系方式这个点开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种公司地址 公司电话 你直接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电话会有一个归属地 对不对 你就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广州的 那么这个公司地址 你看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广州的 懂得意思吗 就是这是判断 他是真是假 这个是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再点开另外一个 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公司档案 对吧 公司档案 然后他这有这个工商信息 广州白云区 这个也是这个也没问题 对吧 这还有工商信息 可以看一下工商信息 这也没问题 然后比如说我们再来看 再来找一个 找一个随便找一个 我们看他的联系方式 这也是广州的 绝大部分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些呢 有一些他就是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浑水摸鱼的 这个也没问题 对吧 这些都是产业代的 都是产业代的 自己去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地方我就不给大家找了 那么 这个也没问题 好 那么这就是寻找靠谱货员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样去找 那么找到货员之后呢 就是找到货员之后 我这个货员 我通过这样去找 找了那么这么多价 我应该怎么去选择 这么多价 我应该怎么去选择 那就是你当你搜索到这种产品之后 你看到说这么多货员 那你OK 你就要对比价格 对不对 对比价格 然后对比产品之量 对产品之量 然后呢 最好就是直接电话和供应商 就和供应商去沟通 有很多人呢 他找到这种货员之后 就是从188上去找到这些产品 找到了之后呢 就是默默的 就直接传到 直接传到什么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跟厂家去沟通 没有去跟供应商说过 就默默的把这个产品就复制图片 或者是有的是一键传淘宝 就传到自己的店铺里面了 我给大家讲 这样的话是绝对不可取的 为了不可取呢 因为你自己传上去之后 你不知道他的价格 标的是真实价 万一你有订单了之后 你去拍 你发现无法下单 对万一你有订单了之后 你再去找他沟通 你发现价格他是虚标的 好 然后或者是呢 你万一这个时候你上架了 你默默的就发布了 发布了之后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不是这个供应商的 就是这个供应商也是用了别人的图片 而不是供应商的 那么你就会被投诉到图 投诉到图就会违规 违规之后店铺会被扣分的 他就会违规 违规之后你的店铺就会被扣分 被扣分就会被处罚 他就会被处罚 所以大家你找会员的时候 一定要跟供应商去沟通 第二个沟通 沟通约什么事情呢 注意事项 第一产品的价格方面 问清楚 对不对 问清楚 然后量大了 到底能不能便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产品的质量 产品质量呢 最好是自己拿一个样品回来 样品回来 样品回来呢 自己看一下这个产品 是不是OK的 看一下质量怎么样 是不是跟图片看到的差不多 如果说跟图片的差距太大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肯定是不行的 你到时候卖出去之后呢 退还货太高了 那这个自己也拿样品回来之后呢 也也就是说 那怎么办呢 就也可以就看完样子之后 看完质量之后也可以退掉 可以退掉 因为呢 都是七天无理由的 都是七天无理由的 这个退货的 对吧 无理由 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把它退掉就好了 就好了 然后其次呢 就是我们的发货问题 就是你是发什么快递呀 快递 你的时间啊 发货时间多久啊 是24秒钟内发货 还是72小时内发货呀 对不对 你要都要问清楚 然后还有退换货的问题 啊 退换货 退 换货 退换货的问题呢 就是你是 比如说七天无理由退货 但是呢 你比如说超了七天 买家申请售后了 你这边支不支持啊 就最最最常是这个支持 多长多久退换货呀 或者是这个退换货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不支持啊 运费的话怎么算啊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这叫售后的问题 售后的问题 你都要搞清楚 如果这些东西 你搞不清楚的话 这个你也这个很难做起来 对吧 很难做起来 因为你连自己的产品都搞不清楚 这些东西 买家问你说 是不是这是七天无理由 是不是十五天 支持退换货 对不对 你发什么快递 你什么多久发货 你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这个哈 那么 一定要跟人家 自己去电话谈一下 对吧 电话谈一下 前期的话 价格我们可以说 不用去很砍价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量嘛 所以只要是稍微赚一点点 或者不亏钱 都可以上价 只要他后期的话量大 可以便宜就OK 好 可以便宜就OK 那么这是我们